近日 美国政府对多名中央人民政府及特区政府官员实施所谓的制裁 8月12日 全国侨联副主席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香港总会理事长卢文端 接受记者专访时表示 强烈谴责美国所谓的制裁 这完全是一种霸权主义 卢文端指出 美国以粗暴手段干涉中国及中国香港特区的内部事务 行为卑劣 也让国际社会看到美国的野蛮 美国所谓的制裁是为了搞乱香港和扶持反中乱港分子 中央政府为香港立国安法是符合国际惯例 也是符合憲法和基本法 是吗 那美国911不是立了很多国安法吗 还成立了什么国家安全部吗 它就恰恰说明美国是一种双重标准 是吗 那么国家为香港立法 主要是为了保证国家安全和香港的繁荣稳定 是吗 那么它这些是粗暴的干预了我们中国的内政和香港事务 也违反了国际的准则 是吗 那么有国家的支持 近日香港警方国安处拘捕了乱港分子黎智英等7人 他们涉嫌勾结外国势力违反香港国安法 陆文端表示黎智英罪行累累 长期通过传媒毒害香港青少年 拘捕行动大快人心 黎智英必捕呢可以说是大快人心 黎智英干的所有这些勾结外国势力 磨坏香港已经好多年了 从战中缓修力到现在 市民的眼睛都非常卸亮 黎智英呢支持黑豹 支持港独 支持颜舌革命 他是这些缓动势力的幕后最大的金主 香港市民都看得非常清楚 所以我们国安法依法代表黎智英 真的是大快人心 陆文端也表示 香港国安法实施以后 赋予了警方更多的执法权力 社会很快恢复了瓶颈 特区政府官员发言的底气越来越足 他对香港的未来充满了信心